张作霖临终留一眼,禁止此人进东北,历史证明了他的英明。 1988年6月4日凌晨5点30分,随着一声爆炸巨响,一代枭雄张作霖惨死于黄孤屯事件,张作霖之死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节点,它标志着北洋时代的终结,也预示着东北巨变的开始。 但是,张作霖的一声堪称传奇,他出身土匪,白手起家,没学过文,没习过武,却凭借着过人的智谋与胆识雄霸一方,成为享誉全国的东北之王,后又凭借第二次直奉战争的胜利问鼎中原,执掌的北京政权,成为国家元首。 这一次次的蜕变,这一步步的成功,都不是命运的眷顾,更不是偶然的结果,而是,他真的很有意。 关于张作霖的临终遗言,我们讨论最多的就是密布发芳和日本问题,但实际上,他吸取之前还提到了一个人,特意交代不可让死人出关入东北,这个人就是臭名招致的张宗昌。 在后北洋时期的三大军阀中,吴佩孚秀才出身,孙传芳留学日本,但实力最强,对历史影响,最大的却是看似一无是处的张作霖,那是因为,他的智慧登峰造极,这种智慧在他的识人,用人之道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 而在张作霖的手下中,争议最大的就是张宗昌。 张宗昌是名声最臭的北洋军阀,有昆士魔王、长腿将军、狗肉将军、三不知将军、五毒大将军等绰号,光仪太太就有至少二十三个。 他厚颜无悍,品情恶劣,主政山东西间横征暴裂,坏事作绝,更是一手酿到了青岛惨岸,使生灵涂炭,哀红遍野。 但就是这样一个人,却得到了张作霖的重用。 张宗昌1921年投靠张作霖,从最开始的宪兵营长,一步步晋升为第二军副军长,第一军军长,张作霖成为国家实际统治者后,他又被任命为苏晚如乔斐司令,直鲁联军总司令,山东省省长早要指,不能看出张作霖对他的器重。 对此,张作霖的心腹我们也很不理解,张作霖则解释说,武将就是要能打仗,用人用长不用短,承认,张宗昌虽然是劣迹斑斑,但是他带兵打仗确实是一把好手,在第二次直凤战争中战功卓越,为张作霖问鼎中原立下汉马功劳。 而且,正如张作霖所言,有缺点的人才好驾驭,张作霖之所以重用张宗昌,就是因为他好掌控,有小便的可抓。 既然如此,张作霖为什么又在林中之际,特意交代,不能让张宗昌入东北呢? 这是因为,张作霖有能力掌控张宗昌,但张学良没有,只子莫若父,历史最终证明了张作霖的远见。 张学良在这件事上听同了父亲的叮嘱。 1928年6月张作霖去世,8月张宗昌兵败下野,此时的张学良手握精锐重兵,坐拥复扰东北,但他并没有把张宗昌招入东北。 张宗昌这才逃难日本。 试想一下,如果张作霖没有留下遗言,如果张宗昌出关东北,那么东北很可能成为第二个山宗,被他鱼肉,遭他践踏,因为张学良根本管不住他。 用人知道是一种艺术,张作霖能用好的人,张学良未必能用好,张作霖正是遇见到了这一点, 所以才会做此英明决断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